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新浪瑜的朋友们好 我是连怀伟 光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状态是有越来越好 之前就会觉得 就压力很大 就觉得 再一次回来 也不是说面对 面对什么外界 倒是还好吧 但我觉得 就很害怕自己会 心态会受影响 对 然后就会疯狂的保护自己说 一定不要被这个东西影响 没想到适得其反 就是我太重视 不要被影响这件事情了 但是通常就被影响到了 所以是怎么 就是说这个心结考感就过去了 就是太忙了 对 就是忙到没时间去想了 就每天舞台一个接着一个 就是根本没时间去想说 哎呀我怎么样 选举的话 选举的话其实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在 就是互相确认这件事情上 还是花了一点功夫的 出台的感慨就是 哎感觉我这次好像 比较运气了嘛 就比较有底线 以前之前就很被动吧 稍微有些经济能力之后 就觉得有些事情 并不会让自己那么的 劳心劳累 就可以用钱解决的事情 就是相对轻松一点 因为之前我根本没有衣服 你看我还得去网上找那个图片 拼在一起 对啊 这会浪费我很多功夫 而且我计算机 就是那个电脑用的也不是特别好 怎么说呢 相当于用钱买时间吧 我以为会去长龙路 我以为会去长龙路 没想到就是又在大厂 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 最近上去年 哎肯定是个男方 还是挺舒服的 对 我已经想说 哎终于可以不用穿很厚的羽绒服了 没想到又来这里 嗯 你这都有大厂情怀 啊 我倒还好 但还是有啦 主要是就是 可能相对喜欢新鲜感 多一点的地方 对但是我觉得 这里也蛮好的 至少我还蛮熟悉这里的环境的 交易员跟我说 那个几楼几零几 我就立马可以迅速找到 也是比较有效率啊 害怕问的问题 比如赚多少钱之类的 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的问题 对啊 对啊 就很很尴尬这个东西 嗯 因为我之前看到网传啊 你好像那个媒体联络会之后 是有点心情不好 这么一回事啊 因为其实本来那一天 我是想说 比较嬉闹一点 回答回答的那些问题 但后来就实在是觉得 哎呀 算了就不嬉闹了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很真诚 因为 我是真心在他们的眼睛里面看到 他们是希望我能够有 这一次能够有个好的成绩 对 所以我看到那种眼神 我就希望自己用真诚去回馈他们 然后下来大家就 之前那些工作人员就会说 哎 少林你刚 你不是说你要上去就是 把气氛 对 气氛嗨起来 我说不 我说他们太真诚了 我就觉得应该真诚换真诚 就不应该去就是 让他们闹得好像我这个人 就感觉没心没肺一样 我这两年其实也会有舞台 对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出去之后的舞台 你感觉是跟自己在 比如说我要展现好 我要展现好 然后来这里就是感觉更加纯粹 就感觉你可以静下心来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我值得更好 就希望自己更好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就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也是一个 就是就是一个普通人吧 就普通人都会觉得自己想要更好的 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 比如说 舞台更好的什么什么的一切 就会想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对 那我能理解就是因为可能 比如当时你觉得 第10名 或者是这个中美区 可能出来之后 你的机会比如是这些 看到你可能是第10名的小年 或者非常大的小年 你会觉得 如果比如参加这个节目 如果有更好的一个名次 或更好的一些知名度 可能之后工作机会 也会更多 或者是去挑选的方式会更大 或是什么 是是会这样子的 就当时可能 可能第10名那个成绩对我来说 很多人其实对我就是觉得我性格很 挺可爱的 对我其实是有怜悯之心的 没有错 对就会觉得小年很可爱啊 可以这样推对她什么什么的 我就觉得挺感谢这些机会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 嗯 因为想要更好嘛 所以我就不在意自己要 只会重新来一次 嗯 而不是在你说的感觉就好像 你觉得小年挺可心的 你有感觉 在这种情缓下去 帮你推工作 对就希望大家祝福我 反正我觉得 呃 来这里好好做舞台 我也是很开心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很OK的 呃 就来自己做节目OK的 对 还是会就是有大事的 嗯 我本来是只想参加亲的面试了 我觉得就是一种 就像你说那种情怀吧 就觉得 就再来一次 而且自己也是有信心 有信心会让她看到不一样的我吧 我觉得 自己参加创的那个面试 是因为我经纪人 不知道哪里 道听途说来了一个消息 说创那边的面试 她会群体进去面试的 对 然后 会有不一样的那种体验感 她问我要不要去 反正去试试试 我说可以啊 那就去呗 反正报名好像也不需要钱吧 嗯 这本来就是我的第一选择啊 嗯 那边就是去试一试 那边就是去看一下状况 好像有问了说什么 嗯 为什么想要再来一次吧 之类的这种话 我在家里肯定有想过 他们肯定会问这个问题 嗯 然后 当时 我本来想那么回答 但是我最后又没有那么回答 我当时是想回说 就是那个成绩 清晰的时候那个成绩 出来之后 是很有一大批的粉丝吧 就很喜欢我 但我以为就是 我以为那是真的喜欢 因为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 呃 说什么长相特别优秀 或什么样子的 然后 有那么多人喜欢 应该是真的很喜欢吧 对 我是这种立场 我觉得可能他们一辈子都不会脱粉吧 但没想到就是现实来的就是非常的快 就是很惨烈 就是 但凡你没有继续往上爬 或者是你没有继续让大家看到你的话 粉丝其实是流逝的非常快的 对 然后我是想说 来来清三 就把散落在各地的粉丝重新找回来吧 这个是你真实的一种想法 真的对啊 你知道当时我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在这种方面就觉得突然那么多人喜欢我 那他们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喜欢我 而不会脱粉的那种 以前就听到说什么脱粉 就觉得是一件 就不太不太可能的事情 后来发现真的慢慢的消失 然后就觉得哎呀 你确实这段时间一定停止了 嗯 停止了曝光的机会或什么什么的 可能说直白一点可能就是 之前累积一些粉丝基础吧 他没有给我走的粉丝 对真的很辛苦他们 谢谢他们就是日夜为我操劳 对 我们两个我想出见面的时候吧 我这个人就是别人像我投出善意的话 我也就是会善意回馈的人 好像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是不是 就感觉他的他的眼神跟别人很不一样吧 我觉得很很真实 我们的我们的交集是因为他的那个 同公司的一个训练生 他会来先找我 然后后面我去找他 没想到他就牵线了我和孙银行 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 哎你们俩是能成为好朋友的 我对他这人特别好奇主要是 因为他有他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点我会想要去研究 嗯 对 就比如说他他会 他会官方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就是会 会让你官方到你害怕 就比如说我们老师在上课 然后老师说孙银行这个动作怎么样 他会鞠躬说好的老师 就是只要老师说孙银行这个动作 他就会疯狂的就是说嘛 就是觉得哇 哇怎么会有这么有 对官方有礼貌的人 对 就每一次就可能 我们跟吴老师熟了之后 又会说啊好的老师 嗯就 他的官方就让别人觉得有一点距离感 但是还是觉得好妙 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一直就是 呃 只要被cue到了他就会立刻做出那个反应 然后他也会说 他会举手举 然后说老师我要去厕所 老师说好 他会说谢谢老师 就来了一个很深沉的鞠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有试图打破他那个壳 你觉得成效如何 成效好多了 现在就感觉放松很多 嗯 那今天你这个调侃 就是闹啊什么的 是一个手势 我们从一开始关系很好 然后然后开始吵架 然后又和好 吵架又和好 吵架又和好 然后现在就在吵架又和好 然后昨天去录那个另外一个节目 又吵架了 对又吵架了 这是因为啥 哈哈哈哈 怎么现在感觉变成了一个什么 恋爱访谈节目 哈哈哈哈 就是 就很郁闷 就比如说我 我我们不是选组吗 嗯 我觉得他肯定是肯定是会选 选我的对不对 那他是想选我 但没想到他在选我之前 他跑去另外一个房间了 反正是因为这种 最后我们没能组成队 然后 比赛嘛 我们有三组 结果他没和我一组 然后 就 就 我就觉得 怎么回事 怎么没跟我一组 然后他居然也没有就是 跟我道歉 我想说啊行吧 就是因为吵得起来了 很吵得起来 就是好朋友之间 怎么可以不再一组呢 而且比赛 就可以携手并肩的感觉 但是我就 就是 就那天就是 就状况不是很好 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样 然后他也状况不是很好 因为他觉得 我一旦只要 就是 大发雷霆的时候 他就要花双倍的时间来 就是 呃 道歉这件事情了 对 我就以前我就 哄他多一点 现在他就是 也不是哄 就是会跟我道歉说 哎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去哪里学来了一招 就是 装可爱 那个道歉法 就会说 哎呦我刚才怎么样怎么样 就像晃肩膀 我就会让他收敛一点 和冷静一点 但今天他有试图想找我和好 但是我还是 哎呦 所以就想要 比如说希望我们去问他 能问怎样的用吗 你问一下他对黄瑞的评价好了 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他非常 还好像还挺厉害的 嗯 是真心话吗 真实话 真心话 可能想C位出道啊 我希望自己会有更多更好的进步 嗯 好 嗯 你 你